黑衣人可以闖進警察局 然後把電腦倒毀 而事後警方竟然是跟他和解的話 我現在也告訴你 那市警局們可以拉下來了 同樣的事情 發生在松山分局那件事情 我覺得這個是對警察工作勤務 尊榮 警察這一份工作 他的尊嚴 這是最起碼的一個尊重 如果照那一天這樣黑衣人 可以闖進警察局 然後把電腦倒毀 而事後警方竟然是跟他和解的話 我現在也告訴你 那市警局們可以拉下來了 以後民眾遇到什麼委屈 不用到警察局去 不用到派出所去 警察局解決不了事囉 任何人 不管是來報案的 陳情的 即便像那一天黑衣人 要是加害人的 或嫌疑人被警察局傳喚的 不管什麼人進到派出所 進到警局去 就是要乖乖的 要不就報案 要不就被你們問話 就是這麼簡單 誰都不能在警察局派出所殺野 簡單講就是這樣 你們是第一線執法的警察 那是第一線執法的機關 黑衣人這麼囂張的衝進來 然後現在告訴我 他們是單純的少年 然後也是不慎的把電腦損毀了 然後所以呢 用這個道歉 這個什麼道歉 這個毀過書寫一寫 也就算了 也就私了了 是 我們怎麼那麼容易私了 我覺得這整件事情啊 都是有大事化小 小事化無 所以為什麼搞到 搞到這個金山原警 到網站上去爆料 所以很多人想說不爆料 你們也不辦啊 我們分局確實原警 有處置不當的一個情形 本人在這邊向各位提出致歉 也產成我們分局 絕對會依規定來處理 絕不縱容 謝謝 抱歉 這件事情啊 是 說實在外界對於你說了 你說你是昨天才知道 其實大家還有相當大的一個唇一一樣 所以這個事情我認為 應該由警察局來調查 是 要來調查 我也會請警察局 在這個就是明天下班之前啊 在禮拜下班之前 要提出詳細的報告了 因為說實在我今天找你來 你也是當事人 我只是說 我們其實松山 是一個比較相對單純的啦 不像新義啦 或者中山 其實過去很少發生這樣的事情 這樣子 黑衣人這麼囂張的衝進來 然後現在告訴我 他們是單純的少年 然後呢 也是不慎的 把電腦這個損毀了 然後所以呢 用這個道歉 這個什麼道歉 這個毀過書寫一寫也就算了 也就私了了 是 我們怎麼那麼容易私了 我覺得這整件事情啊 都是有大事化小 小事化無 所以為什麼搞到 搞到這個計算員警 到網站上去爆料 所以很多人想說不爆料 你們也不辦啊 不爆料這件事情就過去了啊 是不是 而且現在變得看起來 是所長倒楣啊 所長計算界啊 所以我要求警察局 會給我一份報告 可是這件事情無論如何啊 在我們松山啊 都不應該發生這樣的事情 好不好 是 我們檢討改進 是 然後又忘記開監視器 這麼多的巧合 我相信 警界都是辦案專家啊 連我不是專家的 我都會認為說 這叫Perfect Stone 完美風暴 我們分局確實 遠景 有處置不當的一個情形 本人在這邊 向各位提出致歉 也產成 我們分局絕對會 依規定來處理 絕對不縱容 謝謝 抱歉 天啊